同学他是这样做的 他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SlideDown改成什么呢 SlideToggle是吧 SlideToggle啊 比如说我把这个地方改成SlideToggle T-O-G-T-G-L-E是吧 好 这个的话改成这个的时候怎么样呢 他是点一下 展开点一下隐藏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这个本身什么 点击了当前的这个Ul 怎么样会是切换的效果是吧 切换效果啊 好这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是吧 好点击这个 他就隐藏一下是吧 这点击就展开是吧 好比如说点击另外一个 是吧 点击另外一个没问题 但是我点它隐藏点它展开 这个是没问题是吧 但是啊 如果我反复点这个就有问题啊 大家看一下是吧 如果反复点几次是吧 反复点几次之后 然后把鼠标移开 看见没有 他是不是一直在动啊 是吧 就属于这个问题啊 其实很多网站上都有这个 就有这个问题啊 只是他们没有修正啊 他没有是吧 看上这是正常的啊 我们没点是他只能是把这个什么呢 放到动画序列里面 然后当成是一个正常的什么点击 是吧 那么他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呢 恶作剧的吧 或者是叫暴力操作是这样的啊 他不知道你是在做这个事情 他当成一个正常的是吧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做呢 是吧 有方法啊 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啊 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啊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么实际上这里还没说 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题目 这个地方什么呢 写一个stop 写一个stop 这是修正这个bug的一个方法啊 stop 这么写啊 写个stop 然后再写个slide toggle 看一下这个行不行啊 是吧 还行不行啊 好我来刷新一下啊 比如说我点这个是吧 点开了吧 好反复点啊 是没了 没了吧 是吧 再点开啊 这是修正这个bug的啊 好 那么后面的话 如果说你在什么呢 在什么实际项目中 如果碰到这种效果 你就知道怎么修正了吗 啊 就是有些地方 比如说有些就是 有些网站里面真的有这种bug 他也不知道怎么修复啊 怎么修复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加一个stop就可以了啊 加个stop 好 那么通过这个什么呢 那么通过这个什么呢 通过这个stop 可以修正是吧 可以修正是吧 修正 反复点击是吧 反复点击导致的 导致的 持续动画的问题啊 好 就是通过这个什么stop是吧 可以修正这个 修正这个反复点击导致这个 导致的持续动画的问题是吧 能够使个stop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bug啊 我还可以修正是吧 我还可以修正在订阅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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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